就等於說R軒轉給我 我轉給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轉給更上面那個 更上面那個轉給更上面那個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只要中間一個點斷 這整條鏈子都會斷掉 好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把AB打給上面的人 然後上面的人也說 我再打給上面的人 他也不給我 所以錢基本上就是拿不出來了 於是乎呢 整件事情基本上就是 一個死局了 二十四八種元一高的短片 大家好 我是Simon 那今天呢 要來講講我身邊的人被詐騙的故事 以及我自己當詐騙集團的故事 你就是手腦 如果我是手腦的話 我現在要嘛就是在瑞士 要嘛就是在天津 二選一 我不會在這好不好 今天為什麼會拍這支影片呢 原因是因為 我身邊最近有一個很親的朋友 那他們家被騙了 非常大的一筆錢 那大概是兩千多萬左右 就是一個普通的 平凡的一輩子可以賺到的錢這樣 在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內 被騙只有兩千多萬 然後我就在想說 嗯 身為一個YouTuber 可以做些什麼呢 除了借他錢以外 哈哈哈哈 沒有 他也沒有還有跟我借 因為他還是想要自己 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可以分享一些經驗 給螢幕前的觀眾這樣 好 那先來講講 人生中經歷過第一期的 詐騙案是關於我姐 那時候時間點大概是在 剛當晚兵二三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我唐利家的工廠幫忙 然後我姐就接到一通電話 電話那一頭的聲音 就是那種很老套的 媽啊你趕快來救我啊 我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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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然後多少錢這樣 我被打了 趕快來救我這樣 但我姐就說 她那個聲音很像我 她那時候沒有打電話給我 原因是因為 詐騙集團要她 不能把電話掛掉 所以她沒有辦法 打電話給我 確認我們人在哪裡 也沒有辦法幫我解 所以她這件事情 就被騙了 四十幾萬這樣 這是第一個故事 但我覺得 會不會是 我姐那時候剛收完小孩 有沒有可能是你那種 超猶豫 有可能 她那時候變得很感性 因為我姐平常還蠻機靈的 變得很感性 然後就被騙了這樣 然後第一次 就這樣直接回出去了 好像是親手拿給她的 太危險了吧 對 她是跟人家面交 她好像是在ATM 然後領錢 然後好像一天有多少額度 對啊 會有額度 然後領完之後去銀行利 她好像有問 然後我姐就說 沒有 就是走轉用 那個詐騙集團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講 然後銀行才會讓你把錢拿出來 總之 我姐就被騙了 四十幾萬這樣 然後第二次呢 就是我朋友的故事 他們家被騙了兩千多萬的事情 不是我朋友被騙 是她媽被騙 她的手法是虛擬貨幣的方式 我沒有細問 但是我推測她的手法應該是 那個詐騙集團跟她媽媽說 你只能要給我多少錢 我一年可以保你多少的利潤 這樣 她就把錢丟進去之後 後來又詐騙集團說 欸 你可能錢不夠啊 不然會被砍頭啊 你之前的錢都拿不回來 什麼之類的 因為虛擬貨幣一直跌 所以你要補錢進來 她就繼續補錢進去 然後後來就不到兩千多萬 而且這兩千多萬 大概有一半左右的錢是借的 然後另外一半是他們的 自己的積蓄跟工廠的周轉金 全都all in就對了 全都all in 這件事情自首會發現是因為我朋友 他發現他媽的對話記錄上面 有一些很奇怪的字眼 像是要平倉啊 或者什麼金額多少啊 然後虛擬貨幣交易所之間的 轉帳記錄 然後他就發現這件事情 他就問他媽 然後他媽才把這件事情 講出來這樣 講出來 而且我朋友跟他說 你被騙了 他媽還不相信 後來去報警之後 才發現也有很多人被騙 我不知道我朋友 他媽是不是最大筆 這以上兩起事件 都是我身邊朋友發生的事情 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本身自己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被詐騙 以及我成為詐騙集團的 也不是車手 是業務 現在講起來可以談笑風聲 當時真的什麼水深火熱 故事時間點 應該是在我26歲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兩三年前 那時候頻道 還沒有正式的步上軌道 那時候我是在 福大讀研究所 然後跑UberEat 然後在兼做頻道 然後在兼做 詐騙集團的業務 對同時有四份工作這樣 那時候虛擬貨幣 非常非常的紅 大家知道虛擬貨幣的賺錢方式 大概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挖礦 就是用顯卡去挖這樣 第二種呢就是 是你用交易所去買低賣高 反正就是股票的做法 用在虛擬貨幣上面 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是 接下來這一種 也就是我被騙的這一種 第三種也就是所謂的搬轉 這東西呢 講起來原理超級簡單 世界上有很多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那每間交易所 比特幣的價格可能都不太一樣 我舉個例子 他們怎麼賺錢 假如說A交易所的比特幣價格是9000 那B交易所的比特幣價格是1萬 那我就把A交易所的比特幣 轉到B交易所去 然後把它賣掉 那我就賺了1000塊的價差 然後再扣掉手續費 我還是有賺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他們後面有進階一種做法 一樣是搬轉 但他們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所以假如說 我A B兩間的交易所都會比特幣 那B價格比較貴 我就在B價格把它賣掉 然後在A價格比較便宜的比特幣 再買一個 就等於說 我這樣一買一賣 我擁有的比特幣數量是一樣的 但是我就算人家的價差這樣 它原理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聽起來 這是一個幾乎很賺不賠的東西 你會覺得 不就是把東西搬來搬去 然後就有錢賺了 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其實現在有很多在做會差 他們其實也這樣做 那時候聽到之後 我就覺得 這東西基本上是100%賺錢了 但是這東西你知道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而且這東西 在很早以前華爾街就有了 這有一部電影叫做 我印象中好 叫瘋鳥計畫 大家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它在講關於股票的資訊戰 如果你在華爾街 你可以更早提早拿到報價的話 你就可以更早速行動 然後你也可以在 各個交易所之間做出價差 在華爾街這東西競爭激烈到 很多公司他們會 把自己的公司 盡可能的往網路中心那邊幹 原因是因為 他們這樣速度更快 而且他們這個競爭已經激烈到 你在一個機房裡面 你的管線要排在 離主機越近的地方會越貴 因為他們速度會越快 可以越早拿到報價 他們就可以越早的 做出買賣的動作 所以這東西聽起來原理上可行 但問題是 他們這個東西非常吃 所謂的硬體設備跟成本 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它可能比挖礦 需要的設備更高 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這麼多 然後他就用一個很漂亮的包裝 就說這東西一定會賺錢 什麼之類的 他那時候還沒有跟我講利潤 接下來就要講到 他用這個方式 然後推坑我之後 進到他們所謂的公司 因為他說 這東西一般人沒有辦法做 必須你要有很多的硬體設備 所以我們有一間公司 就是專門在做搬磚的 你可以投資這樣 你可以參考看看 接下來就要講到 他們公司的內部平台運作的方式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這個平台我們稱裡面的錢為AB 專門for他們平台用的 這個AB它只有一種功能 就是去幫其他人開戶 開更多的紙帳戶 它的做法是這樣 你花三萬五去買一個AB的帳戶 擁有一千塊價值的AB帳戶 一年之後它會變成一千五百塊的AB帳戶 有50%的那個 差不多是50% 但是它中間還要扣在一些 CDP code的東西大概是30%左右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錢拿出來 假如說我今天我找了 阿萱進來這個項目好了 你就是把裡面的AB轉給我 然後我就換成台幣給你 出金的方法 對 出金的方法 就等於說如果我底下人越多的話 我AB上面那個人身上AB會越來越多 而且它是慢慢往上累積的 你仔細想一下 阿萱的上面是我 那我上面數字有一個 那我是不是要換錢的話 我也是跟他開 對不對 我也是要跟他換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越上面的人 會有越多的這個AB 那相對來說 他就可以用這些AB去幫更多的開戶 因為其實開戶 除了你可以賺一些價差以外 他還會有所謂的業務獎金 大概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東西 欸 好像還行 他那時候跟我講的沒有到 50%左右大概是30%左右 我覺得如果以詐騙來說的話 不會那麼低 那時候我覺得 這應該還蠻合理 而且他們的公司做法 這個搬磚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認同 但是我那時候很缺錢 我就問他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賺更多錢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來我們公司 當我們的業務 等於說我去找更多人來開戶 這樣那就可以賺更多錢 然後就合理啊合理啊合理啊 因為那時候頻道沒有在賺錢 Uber勉強能國富 然後我要讀研究所 然後我要有一些生活花費這樣 於是呢我就加入了這個平台 然後幫忙他們開始做業績這樣 然後就找了一些身邊的新聞好友 來就是看你要不要投資這個東西 就是不得不說 我的業務能力是真的很爛 但是我隱隱約約的覺得 這東西可能會出問題 覺得怪怪的 覺得怪怪的 結果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然後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聽完我這個講法之後 他們就覺得 你不覺得這東西有點怪怪的嗎 但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熟火入魔 因為你已經入可能 就有很多方法 說服這東西是沒問題的 我跟我的朋友說實又很奇怪 就是等於說 我講的跟我心裡想的是 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跟朋友講的是說 這東西我覺得有問題喔 不一定百分之百賺 因為我沒有像我上面推給我那個人一樣說 這東西百分之百賺 絕對沒有問題 我那時候跟我朋友講的是說 我覺得這東西有問題 所以你不要拿太多錢出來 量力而為就好 那我也不確定這東西什麼時候會打 然後我不確定他這東西合不合法 因為畢竟 那間公司 你在台灣是找不到任何組織商標的 因為我那個朋友說 那間公司的總公司在古巴 反正是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這樣 在台灣你也找到他的分公司 負責人或什麼東西的 因為你唯一會對到就是你上面那個人 後來喔 為什麼會覺得怪怪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想一下喔 我們從他的機制去分析好了 假如說 我今天開一個戶頭 1000塊 明年變成1500 而且這個幣 就是只能在這個平台裡面處理 那是不是我明年 我什麼都不做 但是這個幣會變成1500塊 那我是不是等於說 我要再找1.5個人 去開這個戶 才有辦法把這個幣給消耗掉 那明年呢 就等於說有兩個1500塊 等於說有3000塊 那等於說 我是不是要再找3個人去開這個戶 我那時候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他的錢 在這個平台裡面 是以每年1.5倍的速度 去膨脹的 1.5倍的通貨膨脹 是一件非常非常誇張的數量 現在美國通貨膨脹幾% 不到10% 不到10% 就是7.8%還是9% 就是政府已經喊說幹不行 一定要壓下來了 那個平台是每年以50%的速度 在通貨膨脹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數字 我那時候有隱隱約約 察覺到這件事情 但我並沒有太去深入的 去研究這件事情 因為表面上一切都看起來都很好 你丟A B給上面那個人 上面那個人也會轉錢給你 好 直到什麼時候開始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有問題 大概是在我做了半點之後 發現你把錢往上丟的時候 上面那個人會有點心不甘情不怨的 把現金轉給你 他好像接受的意願沒有那麼高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是搶著要這個幣 然後一直說 欸 你說真的沒有 你趕快給我 我現在需要幫人家開戶這樣 那到了半年之後 漸漸發現大家不見的不要這個東西 再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是 當時有個Line群組 然後Line群組裡面 包括我們公司的人以外 還有所謂投資的人 他們全部都在一個群組裡面 大概200多多 有人開始反應說 錢好像漸漸的拿不回來了 就是我們把A B轉給你 但是你好像也沒有想要 把錢匯給我們的意思 漸漸有這種聲音出來 而且甚至有人的情況是 他連帳戶都登不進去 他也不能轉帳 他也不能轉那個A B 等於說他平台 功能整個被鎖死這樣 那那時候公司的 我的上司 我的主管 他那時候每個禮拜 還要開一次晚會 搞得很認真耶 我當個詐騙警察 還要那麼辛苦 然後我的主管 反正就噼裡啪啪講了一些 就是什麼 公司政策啊 什麼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再過一陣子 我們再看一下 共體時間啊 也沒有共體時間 那時候景氣燒好了 那時候講完之後 大家都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等你一陣子 後來又再過了幾個月的時間 我發現看這個群組 炸開了 每天都有人在罵 開始有人在罵說 欸 你們是不是詐騙集團 你們是不是 在幹一些非法勾搭 你會開始看到一些 詐騙集團 龐氏騙局 之類的字眼 在那個群組出現 我就覺得 好像整個局勢不太對勁 其實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心理準備是 這個東西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報 那我自己給自己 抓一個一年的時間 但沒想到報那麼快 他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報開了 那時候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才發現這東西 絕對是一個騙局 我再要講一下 就是他們公司 弄得很像一個真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賽車 你是不是就是那個手腦 我不是 就是會有一些 站出一些賽車 或者是一些 他們要開個什麼年會 然後什麼東西 然後弄得很盛大 然後上面都可以看到那些logo 我就把那張圖抓下來 然後丟到Google上面 一圖收圖 我發現 那個圖是披上去的 那公司名稱是披上去的 我後來就證實說 幹這東西 應該 八九不離死 就是詐騙 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立刻找了我 當時帶我進來的那個人 我覺得他沒有想要處理的意思 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已經局勢很糟糕 因為那時候就是AB一大堆沒有人要 你打給他他也不會給你錢 他說我現在也不要這個東西 你不要轉給我 你轉給我我也不會給你錢這樣 他的說詞會是 我也是受害者 我上面那個人也不理我 就等於說 它是一條鏈子你知道嗎 只要其中一節斷 錢就轉不出來了 就等於說 阿萱轉給我 我轉給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轉給更上面那個 更上面那個轉給更上面那個 大家懂那個意思嗎 那只要中間一個點斷 這整條鏈子都會斷掉 好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把AB打給上面的人 然後上面的人也說 我再打給上面的人 他也不給我 所以錢基本上就是拿不出來了 於是乎呢 整件事情基本上就是 一個詞句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覺得 有一個很關鍵的點來了 就是展現你個人價值的時刻到了 你也可以跟底下人說 我也是受害者 我也沒辦法 但你也可以選擇說 好 不管怎樣 我會把錢還給你們 真的好險我業績很差 我底下大概就是 四五個人而已 沒有很多 而且他們投資的金額也都不多 因為我跟他們說就是 這東西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 所以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不要去借錢 最多最多開一個就好了 就是三萬五 然後呢 我就跟他們說 這東西大概是爆了 沒局了 沒局了 你爆了 但是呢 我會想辦法賺錢還給你們 但是我現在身上沒有錢 你們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那時候只能嫌他還要喝咖啡 我沒有辦法錢要吃飯 我那時候太窮了 就是我決定把這件事情整個扛下來 至少下面的人我負責 這個時候 其實有點感動 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就說 沒關係 你有錢再還給我 然後慢慢來 會這樣講的人 他們大概一開始在投的時候 心裡大概就有個底說 這東西應該是個 當作打水漂 然後另外一群人是說 沒有關係 不用還 那這筆錢就當作 投資失敗 但有一些朋友 會跟我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就是我那時候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 我們會一起去衝浪 我那時候跟他講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的那塊板子 我寄予很久了 拿過來 我們就一筆勾銷這樣 然後另外一派 他們要很兇 他們就是堅持一定要把錢拿回來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堅持要把錢拿回來的人 他們一開始 都是堅信這東西 穩賺不回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雖然這種人 為數不多 因為我在行銷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說 這東西不保證這樣 他們沒有聽進去 他們只聽到那個30% 後來把這些錢 就是我做頻道之後開始賺錢 一年之後 就陸陸續續把這些錢還清了 其實整個金額也不多 就是我底下的人 加起來大概20萬左右 那我自己投資的大概是10萬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30萬 比我夾還要少 只是這過程真的很煎熬 因為它是一個為期快一年的事情 然後你中間就是會一直很擔心說 這公司會被倒 你就會一直很煩惱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這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其實我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失去任何朋友 大家看得出來就是我有心要解決 我沒有要像我上面那個人一樣 就是我沒有管他 一走了之這樣 我反而因為這件事情 跟一些朋友的感情 還有變得更好這樣 特別是沒有空右鍵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決定 如果你要把錢拿回來 我覺得OK 那如果你覺得 這筆是你投資失敗 那我也覺得OK 但是我願意還你錢 就是就連你看到這部影片之後 你突然覺得你需要錢了 你想要把這筆錢拿回來 你可以立刻就是私訊我 我會立刻把錢給你 總之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失去很多朋友 但是我學到了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教訓 它對於我整個人生歷程 是一個正向幫助 這件事情的後續就是 我把這些錢 關給我底下的所有人之後 新聞大概再隔幾個月吧 就被爆出來說 有警方查獲 詐騙集團 就是我那個平台 在新北市的某一個小公寓裡面 還跟我說在古巴 原來那你就是古巴喔 古巴街吧 古巴街 然後這件事情集團的首腦 我也不知道是誰 就被抓走這樣 錢基本上是拿不回來的 整件事情呢 就正式地告了一個段落這樣 那接下來 談談關於這件事 已經對我後續的人生 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很多人會說 被騙了三十幾萬 其實這個金額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對於一個普通上班族來說 半年多一點的薪水 那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寶貴的課程 原因是因為 當你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之後 你會重新審視你看待金錢的方式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整個人生來說 是有正向提升的 我後來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把它當作就是 我花了三十萬 去學一堂很寶貴的人生課題 關於這件事情 我後來得到了兩個很重要的結論 而且它影響著我 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行為 首先第一個是 賺錢沒有那麼容易 不管是賺什麼樣的錢 都沒有這麼容易 關於這件事情啊 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你就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每年15% 30% 穩賺不賠 為什麼這個機會輪得到你 你有什麼資格 難道就是因為你運氣比較好 然後聽了一個 誰誰誰說的話嗎 就是沒有道理啊 憑什麼我們這麼一個普通的人 可以賺到這麼高的利潤 而且這你花報酬率 比巴菲特還高 你慢慢投資 5年之後你就台灣巴菲特 關於這件事情啊 後來就去思考說 到底怎樣的人 才有辦法賺到錢 我後來得到一個結論是 不管你要 在哪個領域賺到錢 你一定要成為 金字塔頂端20%的人 可能很多人會說 你看像那什麼醫生啊 什麼東西 他們不是賺很多錢嗎 但他們也不是金字塔頂端20% 但你會仔細想一下 他們在學生時期 他們是1%耶 對 他們是1%耶 他們是在學生時期努力啦 然後在出社會之後 賺了那麼多錢 所以你不能說 喔醫生看起來很好賺 原因是因為他們在 更之前已經努力過 他們已經在曾經當過1%了 他們只是在現在 把他們的旅渡拿回來而已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 做事情有點半吊子 然後有點3分鐘的熱度 因為其實我本身 算是一個蠻聰明的人 我只要稍微輕鬆做一下 我基本上就可以 打敗一半左右的人 後來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發現 如果真的要賺到很多錢的話 我必須成為那金字塔20%的人 不管在哪個領域都一樣 所以我後來踏進YouTube 這個圈子之後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沒有辦法成為1% 沒關係 但是我一定要在 YouTube的某一個領域裡面 成為No.1 我不管說我自己是什麼 台灣第一人或什麼 因為第一人一定是 什麼蔡阿嘎那群人 或者是 反正絕對不會是我 但我知道 如果我可以開創一個領域 然後成為這裡面的 最優秀的人的話 那我就可以賺到錢 後來我們才做了一個 完全沒有人做過的類型 就是在講實行修 在這個領域我就有自信說 我是這個領域的權威 也不能講權威啦 就是做得稍微比較好一點的人 這個想法 影響了我很多 關於頻道的經營跟後續 首先呢就是 我每支影片的文案 都寫得超級超級認證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你一樣是影片的影片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 一個禮拜出兩支 但是一個禮拜只能出一支 然後片場還跟人家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我想要把 每個地方都做到最好 我想要把文案寫得好 然後阿萱的片段也會放得很 去無存檢 對 去無存檢這樣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 最有趣的影片這樣 因為我必須在這個領域裡面 做到很好 我才有辦法賺到錢 我深知這件事情 所以經營頻道其實有點接近 鑽牛角尖跟偏執 對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說 之所以會賺錢都是工作狂 原因是因為 他們必須是工作狂 才有辦法成為那20%的人 成為那20%的人才有辦法賺到錢 因為大家都只看到 他們賺很多錢這件事情 沒有看到他們前面所累積 想辦法爬到20%的過程 因為其實現在的科技很發達 如果你想要學任何知識的話 你在網路上隨便打一些資料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你只要再稍微認真一點 你就可以贏過70%以上的人 但問題是70到80 這個坎是非常非常巨大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坎 那這個坎不會有任何人可以教你說 你應該要怎麼做 菜外往上爬 你必須自己去摸索 所以這是為什麼成功的人 其實偏少數 因為基本上都是他們的經驗台 這東西沒有辦法數據 大到一個說 怎樣做才可以成功 因為沒辦法被複製 我是覺得成功是沒有辦法複製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因為每個人成功 都他的方法跟時空背景 因為這些詐騙集團的事情之後 我之後做所有事情 我都會變得非常的認真跟投入 因為我知道 如果今天想要在某個領域獲得成就的話 成為那20%的頂端的人的話 我付出的努力 一定要比一般人還要更多 好 這是我學到的第一個教訓 那我覺得也是最重要的教訓 因為它影響到我處理事情 那處理工作 那處理人際關係的一些 我覺得它影響很深遠 第二個教訓是 我不會再輕易的把錢給任何人 我覺得這也是 你會重新看待自己金錢觀的一個方式 之所以我會這樣想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把錢給一個任何的代操好了 他幫你算錢你當然很感謝他 但他如果真的做不好了 那你一定也會怪他 那為什麼不把這件事情的決定權 百分之百的放在自己的手上 就是你要做什麼投資 你都是經過自己的考量 經過自己的研究 然後自己再進去做 前陣子我的高科技基金 雖然基金好像真的給人家代操 哈哈哈 但至少是我自己的決定 那時候因為物業單身 加上疫情的關係 它整個大跌了大約20%左右 我在大跌20%的時候我就全部認賠儲信 我那時候賠了大概40萬 在上個月的時間賠了40萬這樣 後來他還有再繼續點 如果不知道現在的話 應該已經賠了七八十吧 我那時候就趕快出掉了 雖然這筆錢比 我當時被詐騙的30萬還要更多 但是這件事情 並不會讓我覺得很懊悔或怎樣 因為是我決定要買傑檔基金的 那賠錢了 就代表我的眼光不好 我的趨勢看的不對 那就是百分之之來是我問題 其實你會這樣想的過程你才會進步 因為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功利不到家 我在錯的時間點 我買在錯的價格 你就不會一直去怨天 有人說誰誰誰怎樣 你就會把所有的問題 關在自己身上 那你才會繼續研究 繼續進步這樣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教訓跟第二個教訓 它其實中間是會有一些 連接跟共同點在的 以上呢 就是我在詐騙集團 擔任業務的心得分享 那接下來啊 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要怎麼避免這種事情 雖然我剛剛講說 被詐騙一次 並不是一件多壞的事情 那不會從這裡面 學到很多的課題 跟新的人生議題這樣 但能避免當然是最好 不然你一次被騙 這麼多錢其實也很傷 首先呢 第一個 你需要去注意的點是 它一定會用一個 超級超級漂亮的包裝去說 這東西絕對沒有問題 穩賺不賠 而且利率高的不得了 這時候你就要有第一個警覺 說這東西有點奇怪哦 怎麼可能 有這麼好賺嗎 有這麼好賺嗎 我會all in進去 然後就被騙兩千塊這樣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是 它不會讓你在短期內 把錢拿出去 你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 這個詐騙集團的首腦的話 你一定想說 我幹完一年 這東西我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不會再讓你輕易的 在這段時間把錢拿出去 我一定想辦法 讓你一直把錢丟進來 我一定會一開始 讓你吃到一點甜頭 然後接下來讓你 all in更多錢之後 然後再立刻人間消失 所以它的利潤 不會這麼明顯跟立刻 它至少會到一年到兩年之後 它才會跟你說 兩年之後你就可以說 你看 double 三倍哦 沒有可能心動 你錢就可能就一直放在裡面 甚至加碼 但可能一年結束之後 這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錢不能立刻拿出來 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簡訊 大家只去想一下 不管是買股票 買基金 買ETF 就連在虛擬貨幣交易所 買虛擬貨幣 它也是可以立刻出金的 但是這一種東西不行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簡訊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詐騙一定是什麼什麼項目 maybe是虛擬貨幣 或者是像最近很紅的NFT 或者是博弈就一定是騙人 完了完了完了 然後我們講完之後 YouTube立刻插一個博弈的廣告 這種東西它不是項目的問題 它不是虛擬貨幣 股票或基金或債券 它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手法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它的手法這樣 還有最後一點是 如果你真的不幸被騙的話 請千萬千萬不要借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我那個朋友為例 他今天借了一千多萬 好在他們家有能力還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普通的家庭 被騙了不多好 三百萬 你是一個普通的三盤族 你要花多久才要幫我聽你這個肯 但如果你今天是手頭上被騙了錢的話 那就算了 你手頭上頂多歸零 人生從來 對啊 除非你真的是快退休 或者是怎樣的 那可能真的會有一些危機 那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三盤族 錢被騙工你怎麼再花個幾年的時間 再慢慢把它賺回來 也是一個方法 千萬千萬不要去借錢 因為大家知道信用破產 會是一件多麼嚴重的事情嗎 當你信用破產的時候 你是不能跟銀行借錢 然後你也不能去買賣股票 等於說要翻身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千萬不要讓自己落到 信用破產這步田地這樣 好然後還有最後一點 這也是我近期觀察到一點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發現現在年輕人 普遍都比較 怎麼講 聰明 聰明 然後他們會上網查一些資訊 也不是說老人笨 而是他們對於這些資訊比較沒有敏感度 所以他們收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我說一年30% 穩賺不賠 這個做法聽起來好好賺 他們就丟很多錢進去 所以各位家裡可能有老一輩 然後他們可能手上有一些賢錢 有時候要稍微關心一下 他們的投資狀況 跟他們的金錢分布狀態 雖然你有可能只是想要 寄予他的遺產 那當然也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你偶爾要稍微的去關心一下 他們的金流狀況 不然我那個朋友也是拖他媽的手機訊息 才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關心一下家裡的長輩 然後偶爾去跟他們談一下類似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有跟我媽說 你如何以後要做什麼投資 你先跟我講 你先跟我講 我會跟你講我的建議 最後要不要做是你自己的決定這樣 因為我媽她也會買股票 雖然她怎麼買怎麼賠 超屌的 她永遠被套牢在高店 我媽是股市明燈 反著做就對了 你反著做就對了 媽你買哪一次 對大家還是要在家裡關心一下 老人家的一些金流狀況 會讓你避開很多的陷阱跟地雷這樣 好那今天呢 沒有跟政府有任何的合作 非常可惜 如果政府有相關的議題的話 可以歡迎你來聽到這個信箱 來聽我們的信箱 我們就要開一個非常優惠的價格給你 絕對不是詐騙喔 雖然我有經驗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生活過的一切順遂 不要被詐騙集團騙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